大家好 我是谁 今天我是 佳智慧 我现在刚刚起来 刚刚刷牙洗脸 我最近 我觉得蛋白剂有一些不够 牛奶也可以 但是呢 里面的有一两个多一点 我已经做到方法 喝了已经十多年了 所以我告诉你们 香蕉 成立的香蕉 香蕉是其实 新鲜的时候吃的话最好的 但是呢 如果我都说忘了 拔上去这边就吃黑了 然后都是没办法 特别可惜地扔掉是不是 这样的香蕉做的话 不够堆的铁 然后不会浪费 那个水果 是不是 没坏的 可以吃 我就喜欢吃白 对 不然 饺子我就喜欢吃皮 香蕉我就喜欢吃黑的 你知道吗 我故意 等九块的时候的日子 我就喜欢吃黑的 对啊 这个呢 别还这么吃 妈妈们的 那个心态就是一样的 要不让个浪费的那个东西呢 就给老公吃 这个是 气息 不是聚焦 真正的主动故事 当当当 的药 山里头的药 山里头的药 山药 因为这个是对胃好 我每天其实 香蕉做两个 山药是大概这个 但是呢 今天是相当那个 多嘛 所以呢 多一点 多一点 OK 然后呢 皮把掉就好了 皮别多 我喜欢吃 什么 哈哈哈 然后再衝一下 OK 这个是 山津 对象体 好 然后好 很多哈 哈哈哈 你们去 可以 擦一下啊 多一点 可以 哦 太多了 然后 葡萄 葡萄汁 葡萄汁 这个是怎么说的 这个是杏仁 杏仁 那我怎么拿掉 啊 这样的话 蛋白剧也可以有一秒 因为里面很多有一点不惊喜 刚才你们都看到 嗯 那一天过得也是很 有动力 那我希望你们健康的生活 嗯 那我吃看看 真的好喝 嗯 咖啡 嗯 嗯 然后呢 我们家里人一起喝 孩子们啊 妈妈爸爸父母 嗯 都喝 好不好 拜拜